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成了手机里一而再再而三 观看的好作品《甄嬛传》 当年《甄嬛传》播出的时候 谁能够想到这部又臭又长的宫斗剧 居然能够宏集一时 即使现在也能够让人觉得耳目一息 刚开始《甄嬛传》不受人欢迎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层出不穷的宫斗剧让观众艳烦恼 也可能是太长了 观众没有时间去追这部影视作品 对于年少年来说 可能是因为男主角不够帅的缘故 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部电视剧刚开始上映的时候 谁都没有想到最后会宏集一时 就连男主角陈建斌都说当初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他和导演的彼此相互鼓励 表示一定能行 真魂谁能够想到 今年这个暑假最红的影视作品 居然会是两个岌岌无名之辈主演 这部特效不好 故事情节严重脱节 配角演技不好的影视作品 能够得到网友的关注实属难得 最后以及因为太过于垃圾 还因此登上微博热搜 这样一部不算好的影视作品 居然能够大红 相信很多人想都没有想到 这部剧当年开拍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不期待 毕竟单位题材不能完全还原故事情节 这样的故事能够好看才怪 现在打脸了吧 人喜攻略相信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发自内心的不想要看这部影视作品 一部宫斗剧 取名攻略 不是华众取成 就是没文化 再加上还有余正名字 保驾护航 相信网友一定发自内心的拒绝这部剧 现打脸了吧 微弱狂妄的性格 大猪蹄子出色的演技 以及出色的剑表能力 相信一定让很多观众欲罢不能 这部不受期待的影视作品大红的同时 是如意传那部分该大红的剧 口碑不断的下滑 风水轮流转 谁知道谁是最后笑傲江湖的呢 影视作品不受期待 仍然爆弓